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胡人新赛季第二场就迎来了自己的苦主洛杉矶快艇 现在说快艇是胡人的苦主没有半点问题 毕竟自2020年后胡人就没有赢过快艇 八场全部败下胜来 本场比赛胡人也算是没有任何意外的 败给了半完全体的快艇 毕竟伦纳德替抚出战 球队也处于新人磨合阶段 下面我们就对本场比赛进行复盘分析 因为之前的影片已经详细讲过胡人的问题了 所以本部影片中不会再去重复 我们会将目光聚焦在快艇 聚焦在刚刚复出的伦纳德身上 仔细拆解其复出后的个人状态 技术变化 以及如指导整体战术使用的好与坏 总体来说 伦纳德这场比赛的进攻状态还是很在线的 不过有一点比较尴尬的是 快艇队也许是希望伦纳德更多的适应常规赛比赛节奏 放弃了很多战术上复杂的布置编排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伦纳德选择个人单兵作战 单一的战术进攻下 伦纳德打出了尚可的征服值效率 第一场 泰伦鲁有意地为之让伦纳德多多单打 从结果上来看收效还是不错的 伦纳德的总体表现都维持在了一个高的竞技水准线上 替补出场21分钟 12投6中 50%的命中率 另外还有7篮板 两助攻 一抢断 砍下了14分 不过三分球这一块 仅为四投一中 还需要进一步地找回手感 接下来我们从进攻段的细节入手 拆解一下 伦约复出后伦纳德的具体表现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6分钟的时候 伦纳德获得了一次个人持球推进的机会 他在托斯卡诺安德森的贴身B防下 选择了带球突破急停跳投 这是他全场的第一次出手 完完全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示 再来看看第二球 5分35秒左右 快挺队几乎四位球员都拉到了外线 静观伦纳德个人单身安德森 这是比较常见的五外战术 有三分能力的队友都落位到外线 等待持球人突破后的分球机会 这一战术让防守人 无法将防守重点兵力都投入到中路 这样的清空协防方式 增加了伦纳德的单打成功率 而这一次 伦纳德依靠身材优势 往内线强打 随后斜向移动至罚球线附近 完成了一记后仰跳投 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 这一次是沃尔和伦纳德 在禁区内先进行了一次 典型的交叉掩护 而在做完这次掩护之后 伦纳德从左路溜底线 跑到了组织前锋 保罗·乔治的左侧阶球 沃尔从右侧绕到三分线外 也做事要求接引 这一个简单战术的目的 最终还是让伦纳德进行单打 这一战术跑位 我们也经常可以在 勇士队的比赛中看到 只不过伦纳德和沃尔 换成了维京斯和库里 这一战术的一个细节在于 保罗·乔治交球后向对角跑动 最终也是为了轻控一色 让伦纳德有更舒服的进攻空间 再聊聊下一个镜头 比赛第三节9分25秒左右 我们发现 这个球和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回合有些类似 只不过这个回合的进攻发起人 是莫里斯 而交叉掩护的两个人 改为了保罗·乔治和伦纳德 这一次 掩护完之后的效果是显著的 伦纳德的防守人 从风险位的朗尼沃克 变换成了小很多号的背负力 在身高身形优势更明确的情况下 伦纳德单打冲击篮下的意识越发坚决 也确实在最后制造了一定的杀伤 这一球也足以见 保罗·乔治的掩护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一挡一拆之间 为进攻持球人创造了几秒钟调整内切脚步的时机 下面这一球发生在第二节1分55秒左右 这一回 伦纳德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 在右侧接球后 他看到了底角两名队友的交叉掩护 而自己进出的视野范围内 是有詹姆斯和李福斯的 他果断地在队友的掩护下 切换了一下盯防自己的对手 由威猛强劲的詹姆斯 切换成了稍显受效的李福斯 当然 这一次的进攻开展没有完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但我们可以看到 快艇的错位进攻不只是很多的 泰伦卢在重新拥有了队内第一核心之后 非常放心地为这名超距 安排了一些简洁明了 以大吃小的高效战术 面对胡人这一支 时常摆出三后卫阵容的球队时 快艇打起这一战术 确实是有些轻松血液了 我们再来看看 比赛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里 伦纳德还有哪些进攻当的表现 这一球是比赛最后的58秒 一次决定胜负走向的一球 先是保罗小智接佐巴茨掩护上线接球 随后找到另一侧 接肯纳德掩护下的伦纳德 这两次的掩护质量都非常高 特别是让防守伦纳德的詹姆斯 在撞墙后 有了几秒钟的亮枪 延误掉了他最佳的防守时机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伦纳德在本场进攻的主要动向 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来进行区别 第一种是各种交叉之后的 低位背身接球 通过安排一个 交安全球的球员负责传球 这种类型并不难 主要取决于伦纳德个人的完成度如何 另一种则是其余球员上线进攻 伦纳德负责蹲底脚拉开空间 在这种进攻中 伦纳德的进攻区域移动非常小 还有一种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回合 强测二打二的机会创造 将一侧完全清空至两人后的单挑战术 总体而言 伦纳德依旧稳健 他依然是快艇的定海神针 绝对领袖 第四节最后三分钟 关键球都是交给绝对巨星伦纳德来打 而伦纳德并没有让快艇球迷失望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快艇甚至把掩护洞走都省去了 留给伦纳德一些单打维斯布鲁克的空间 而维斯布鲁克在这场比赛中 爆发出了惊人的防守水平 这一点是快艇制服组所始料不及的 结合他伦纳德赛后的采访发言来看 比赛末段布置伦纳德 一直单打维斯布鲁克的这一安排 是有些判断失误的 纵观全场 他伦纳德的战术过于的简单化 甚至于有些盲目的 让伦纳德大手一挥 选择自己来中间进攻 快艇的进攻选择本应该是多元的 在此前 伦纳德伤停阶段 保罗乔治 莫里斯 坎纳德 雷吉等人 都是有一手很好的攻击能力的 本场作为伦纳德的正式付出首秀 找感觉练练兵的意义 要大于磨合战术的意义 相信随着赛季的深入 泰伦卢会将更多的进攻方式 呈现给球迷 本期影片的末尾 我们再通过镜头 聊聊伦纳德的防守端的表现 我们来看这一球 比赛第二节还剩下46秒左右 伦纳德的视线可以说是眼观六路 他一边盯住自己要看好的维斯布鲁克 一边又关心着持球人的传球路线 果然 朗尼沃克想要大范围转移 低脚背弗类的这个意图 被伦纳德识破 或者大手一抬将球在空中切断 在其余的回合里 快艇还展现出他们强大风险群 不具任何对手的无限换防能力 这方面又以伦纳德的领防效果作为突出 但值得一提的是 伦纳德大伤出狱 在防守脚步移动方面还是有些缓慢的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使自己 恢复到一个更好的防守状态中 本期节目的最后 卢瑜还想再调转方向 小小地提一点关于胡人的部分 只都知道胡人是全联盟三分最不准的球队 但球队偏偏往死里投三分 就连两分都投得很艰难的威少也在拼命投三分 这不是教练的问题是谁的问题 对手防守都守在里面 有空位当然投三分啊 难道还有别的战术 其实那些有能力牵中产的球员 最应该倒胡人 把自己身价打上去 上场时间又多曝光率又大 只要你有能力 一定会身价倍增 用好威少的方法是让威少多打挡拆中投 拆开用詹姆斯和威少 尽量不让他俩同时在场 因为詹姆斯控球 威少就会被放空 在这场比赛里 快艇并没有亮出自己的最后底牌 但胡人却近乎打光了自己手上的筹码 坐在场边的施罗德 不会是胡人的救命稻草 而如果说有谁能让冠军勇士这个巨人倒地 健康不和好的快艇会是最好的答案 最后的最后提一个有意思的花絮 就是这场比赛场边镜头也很识趣 詹姆斯扣篮 镜头立马给了珍妮阿姨一个特写 阿姨喜笑颜开 胡人一个失误被反击 镜头立马切换给总经理佩林卡 连镜头都会看人下赛 这锅您不背谁背呢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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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心